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 趁着还没放假 赶快再坑老板一把 今天买了三文鱼 新西兰帝王龟 我还趁活动买的 445亿 这么贵你也舍得 嘘 小点声 老板 你的车怎么 哎呀 你小点声 你们都不知道这有多难买 别的先不说 咱先看看这颜色 这花纹 这肉质 一看就是我自己吃不起的样子 我们先浅浅浅一下 口感贼嫩 感觉都弹牙 没有一点鱼腥味 吃的就是那种很高级的三文鱼的味道 肉质偏硬 鱼肉带着鲜甜 太好吃了 你们快来尝尝 不是 我没想像他 三文鱼对我来的就是 咋这么没口福呢 行吧 没味道的吃不了 那就来简单调一个酱汁 准备酱油 洋葱 大蒜 柠檬 小葱 小米辣 香菜 这谁又准备的香菜呀 哎 韩姐喜欢香菜 每次都假带死火 吃香菜的人给我滚出地球 我不吃那样 啊 那刘姐刘先生 行吧 这个酱料贼简单 就是一个字切 然后把酱油倒入 稍微来那么一点点芥膜 冻了吧 会不会太辣 这么多 哎呀 辣不自然辣 搅和一下 这能不好吃 好吃到饭奶眼吗 三文鱼的肥美 混合酱汁的香气 在嘴里直接迸发 虽然加了酱油 但是没有掩盖一丝三文鱼的鲜味 反而很好的融合其中 使得我放这些食材味道 都随着酱油很好的 依附在肉的表面 一口下去 这抽大嘴巴都不松口啊 这外面不得直接米其林级别 对了 提醒大家 吃这种高级的食材 就必须得有好的调料 那种普通的芥末可千万不能放 不然直接给你翻车进水客屋子啊 同样 酱油也要选择 不含防腐剂 不加点 不加味精的 我今天用的好季酱油 全程全线有机生产 原木桶自然发酵 精准温控 33道工序 不仅隔绝污染 木质发酵桶中细微的天然气孔 还能让军薰自由呼吸 立体发酵 完全剃除传统酱油对焦糖色和味精的依赖 你们想想我这牌子货的三文鱼 要是蘸点味精 那还能炒到它本身的鲜甜滋味吗 来嘞 还愣着干啥 尝一口吧 这个真的好吃 我尝尝 给我一块 好吃吗韩姐 哦 越来越多味道 三文鱼确实很肥 但是不腻诶 给你尝一下 刘姐尝一口 三文鱼 炒了 我以为这个酱油会很咸 但是居然还有点会甜 是的 我说的没错吧 高级食材的碰撞 那必然火花滋滋的猫啊 趁着过年 家长们咱们吃点好的 咱们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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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尝一口